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流叫做序列流 这个序列流是什么意思啊 来给在这看一下 序列流可以把多个字节输入流整合成一个 然后从序列流中读取数据时呢 将从整合的第一个流开始读 读完一个继续读第二个以此类推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把这个流啊 流不是像个管子吗 把这些管子连接成一个管子了 这么个意思啊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有这么一个流 这是一个管子吧 这呢又有一个管子 对吧 这是File Input Stream File Input Stream 好 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 File Input Stream 这是不是两个管子啊 哎 两个输入流是两个管子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序列流什么意思呢 它是把两个管子 哎 整合成一个管子了 你如果用两个管子去读的话 那读的代码就要写两次对不对 而我用一个管子的话 那这个读的代码怎么样 是不是写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要把它们整合到一起了啊 你回头再看这个概念 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说序列流可以把多个字节输入流整合成一个 从字节输入流中读取数据时 那么将从被整合的第一个流开始读 读完第一个继续读 第二个以此类推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序列流啊 叫Sequence Input Stream Ctrl C 打开我们的APN 好 它叫Sequence Input Stream 然后进来看一眼 这里面呢 有两个构造 一个是每举 一个是放的两个Input Stream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 放的Input Stream这种构造 好 复制 在这里面我们创建一个包 叫com.黑码.oth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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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Io流 然后呢 创建第一个 叫Dem1 Dem1 Sequence Sequence Input Stream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内容沾这 我们用这个Sequence Input Stream的 这个构造往里面传 传两个什么呢 传两个四节流 那么有同学肯定有疑问 什么疑问呢 说老师你不用这个Sequence Input Stream之前 它会有什么弊端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去用它就算 好 那接下来大家来看啊 我在这呢 弄这么两个文件 好 第一个叫做A.t 然后这里面我写一句话 叫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就写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 然后B.t.t 然后呢 这叫才是 才是真的好 好了 我们现在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大家好 一个是才是真的好 那我希望把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都读到一个文件去 明白这意思吗 都写 应该说都写到一个文件上去 把这个内容读到 然后呢 把这个内容也读到 然后呢 把它写到一个文件上去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在先不用这个 sequence Input Stream怎么去做 怎么做呀 来一个file Input Stream fise就等于了 new一个file Input Stream 然后读谁呢 读这个A.t 好 我们再来一个 把力量先抛出去吧 Ctrl加1 然后再来看 再来一个叫做file Input Input 还是Input Input Stream 然后来一个fis2 就等于了new一个 file Input Stream 让来一个b.ti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关联了两个文件 对吧 一个是关联A的 一个是关联B的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内容干嘛呢 写到C里面去 file Output Stream 然后fos 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然后把内容写到 C.tit里面去 好了 咱们现在有三个流 两个是输入的 一个是输出的 把两个输入流读到的东西 写到输出流里面去 明白是吧 通过输出流写到C.tit里面去 好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好 印他b1 然后呢 well 括号括号 b1 就等于了fis1点这个read 只要是不等于-1 那我就来一个fos点这个write 写出这个b 然后呢 咱们第一个流读就完事了呀 把这个fis1就怎么样 关掉 fis1点这个close 有同学说老师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fis2挪到这来开呢 当然可以啊 好 不错 来 放在这来 为什么呢 你是不是尽量的晚开早关啊 明白这意思吧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怎么写啊 来一个int b2 然后呢来一个well 让它括号括号 b2就等于了fis2点这个read 只要是不等于-1 然后呢咱们干嘛呀 还是来个fos点这个read 写出b 然后呢 在这里面别忘了哈 写出b2 写出b2 然后在这里面来个fis2点这个close 然后再来一个fos点这个close 好大致给大家过一下 看看都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步这叫什么 是不是创建输入流 关联a.tit啊 创建字节输入流 关联a.tit 这个是创建 创建什么 创建字节输出流 创建字节输出流 关联c.tit 然后在这里面干嘛呀 这是不进行读写操作呀 读写操作的这个咱们会了吧 不断的 不断的在a.tit上 读写 读取字节 然后呢 将读到字节怎么样 将读到字节写到 将读到的字节写到c.tit上 然后关闭这个输入流 关闭字节输入流 关闭 关闭 字节输入 流 好 那么下面这个其实跟上面都是一个意思啊 都一个意思 然后有同学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说老师 你看 你在这里面 已经做了一个写的操作 那在这里面做写操作 在这还能再做写的操作吗 那么在这在做写的操作 不会把原来内容进行清空掉吗 会不会啊 不会啊 来我说一下 在这里file outpost stream 它上来会把 如果你这个c.tit不存在的话 它会创建一个 如果存在的话 它会把它清空掉 是这句话清空的啊 是你在创建对象的时候清空的 然后呢 fos.write 就在不断的往里面去写 但是在这写完之后 你关流了吗 没关 没关的话 你在fos.write的话 它会继续去往里写 不会清空掉 清空是执行这句话 明白这句话 哎好 那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行还是不行 运行 等等 f5刷新一下 再看过来了吧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是不是全过来了 好 那么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发现 在你去做这样的拷贝的时候 这个代码和这个代码 它的复用性怎么样 复用性太差呀 它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变量名不一样而已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sequence input stream来去做 我把这块内容抽取出来 demo一 好 抽取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来看啊 这个sequence input stream里面 要放两个字节输入流 放input stream 但是我们不能给它 input stream对象 因为input stream是什么 是不是抽象的 我们可以给什么 是不是给file input stream啊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怎么写 叫做file input stream fis fise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 input stream a.tit 然后file input stream 这个第二个输入流啊 你就不要再写在下面了 因为我一会要对fise和fis2进行封装 对不对 封装成sequence对不对 其实也是一种装饰摄影模式 让它功能更加强大了嘛 new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file output stream 好 我关联这个b.tit 哎 怎么file output呢 是file input input stream 好 两个输入流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紧接创写呢 创建sequence sequenc sequenc input stream sis 就等于new一个sequence input stream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谁 是不是来fise 然后再来一个fis2 可以了吧 这样的话咱们就对这两个流进行了一次包装 然后我读的时候用谁读呢 就用sis读就可以了 然后输出 file output stream file output stream fos 就等于了new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然后这里面来一个c c.tt 好了 我们来看啊 我有两个输入流 把两个输入流整合成了一个输入流 那我就用它读 那我有一个输出流 我就用它写 来看 接下来这怎么写 int b 然后well 括号括号 b就等什么 等于sis.read 只要是不等于-1 那我就来一个fos.write写出b 然后呢 冠流 sis.close 然后呢fos.close 诶 有同学有疑问 说老师 难道fis1和fis2不关吗 看看用不用关啊 看看用不用关 去哪看呢 我们到sequence input stream的原码去看 来 点一下 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找什么呢 找它的close通话 close通话 找到了吧 来看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dwell循环 它说in不等于now 我就来一个next stream 对吧 那么next stream 很显然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下一个流啊 好 那么in不等于now 来这个in是谁 来看 in不等于now 是不是就是咱们传的这个input stream 当你在这里面传进来 fis1和fis2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对这里面印进复值了 这话能听懂吗 因为它接受的参数不就是input stream in嘛 对不对 就相当于对它进复值了 好 我们往回退啊 那么在这里啊 只要它不等于now 那我就进来去执行它 明白意思吧 好 那么进来看一看 不是 dwell循环是这样 是不是先进来执行 然后再判断是否回now啊 好 先进来执行 next stream 然后进来看啊 in不等于now 就in点close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这个fis s不等于now我就把它给关掉啊 因为你传进来的不就是谁吗 不就是fis1和fis2吗 他只要不等于now 那我掉用close的方法 是不是 我掉用sisclose的方法 是不是把它们也都关掉了 记住啊 咱们刚才看的是close的方法 所以你关一个 就意味着怎么样 他们两个都关了 sis 在 在关闭的时候 会将 构造 方法 中 传入的 传入的流对象 也都 关闭 所以呢 我们时不时的去看看圆码 就是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c给删掉 不删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咱们把它删掉 再运行一次 好 f5刷新一下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没问题吧 哎 好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那个sequence input stream 它可以将两个流 整合成一个流 整合成一个流 然后 我的问题又来了 什么问题呢 你看 现在有两个流 我整合成一个 在这个构造方法里面 传他俩就行了 对吧 那如果我有三个输入流呢 我有四个呢 我有五个 我有六个 我有一千个 怎么办 有同学说 这好办 因为这个sequence input stream 它也是input stream 的一个子类 它也是input stream 的子类啊 那有同学特别这个聪明 想到这么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说我先把呢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 一二三四五 等等 这么多这个输流 那我先把一和二 先把一和二 整合成一个sequence input stream 哎 就整合成一个了 然后呢 它是一个输流 对吧 然后把sins 也当做参数传进来 什么意思呢 这样 s 复制一下 我是自从重做了系统之后 这个向下复制 就不太好用了 好 我现在直接粘过来 然后来个sins2 这个位置 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sins sins 然后呢 这个位置 再来个fins3 听懂这意思吗 这报错 是因为我还没有去创建 那个fins3啊 能明白这意思吗 哎 有科学这样想的 说老师 那我们现在 如果有三个流的话 我先把前两个整合成一个 然后呢 再把整合完这一个 与第三个 再整合一个sins2 那我有100的呢 你这个动作得做多少次 是得做99次 所以我这么一说 很显然 这么做事 不太可取的 那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你考虑一下 应该怎样去做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 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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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